我先讲我对高家瑜的建议 今天你讲完这句话之后 其实我觉得 一旦民进党礼让了 这个不礼让柯文哲 不礼让柯文哲 高家瑜应该退党 应该退出民进党 加入客家军团队 否则他今天讲话很重 今天的这个谈话 高家瑜已经没有办法 针对不礼让柯文哲的民进党 继续担任台北市议员 要不然就是你 然后赴金请罪 那个忏悔 然后在未来这一段时间 用民进党市议员的角色 把柯文哲在市政上的不努力 全部把他好好的来 这个整理揭发 刚才定语随便讲一个 他在市政上 有任何的这个优秀的表现吗 光是他的这个 市大院的执行长苏丽琼 都参加反科游行了 你怎么说 光差二十几个团队都走光了 光一个检议院都说 他不堪回首了 你怎么说 你是民进党所提名的 台北市议员 今天你还是台北市议员 从下个礼拜开始 一旦民进党不离让柯文哲 我认为高嘉瑜只有两条路 退出民进党 不会啦 或者是 让我讲 我告诉你 我不是有一个政党的人士 我知道 对我来讲台北市长 最优秀的人是台北市的市长 第一个 民进党 不同的意见都有 甚至于我想我们在全代会 还有人第一把台独党刚废掉 那种人都还在民进党里面 那是一件事情 大家跟我们没关系 每个人每个人想法 但是想法要经得起验证 所以我可以激烈地 跟高嘉瑜辩论 但是他有在民进党辩论的权利 我也不想跟高议员死破脸 我只想知道 你自己担任是议员 你跟市政之间 有没有灌输的问题 完全没有 我想我就是论事 我觉得周玉寇小姐 其实不只在一个节目上 这样影射我 然后还有人就是写信给我说 你要澄清周玉寇女士的说法 我觉得Coco姐姐 如果对我有这样子的影射的话 一定要把它说出来 让大家知道 否则对我的人格 是很大的伤害跟抹杀 然后连我妈都问我说 为什么周玉寇这样说你 因为我们家没有任何人 我们家在吉永开百货行 然后周玉寇她不只一次说 我们家在包工程 或者是什么 我都不知道说怎么会 我们讲你们家包工程 你不要把 不是因为有网友 我们要讲你们家包工程 你把你直接把话说回来 你不要争讲话 那你没有说包工程 就是说什么好像有朋友 你不要玩这种游戏 你不要玩这种游戏 我只想知道 你也没有你的台北市议员任内 跟台北市政府的政策有关的 你必须做选民服务的 然后选民服务被我们外界 可能认为是官说的 我只是叫为你 如果Coco姐 Coco姐如果有 请你把它具体地在这里 在节目上告诉 但你就说没有 我发誓我没有 我都是为我的选民的要求 你也不要用不让机的悲剂 你不要在女生面前用这种方式 不是啦 我没有想你们家包工程 请你把它修正回去 晚间十点 静情锁定 朕知道了 くださ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